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再看多個大陸旅遊相關的新聞, 根據日本共同社的報導, 大陸在9月29日就開始為期8日的國慶節長假, 每個地方的機場都逼滿要出境的遊客, 而飛去東京羽田機場航班的櫃檯也排了長龍, 根據報導所講, 有一個30多歲的中國男人笑著表示, 打算和朋友在東京觀光然後吃日本料理, 問到他核處理水爬入海這件事怎看? 他就說可不可以放心吃完再算了? 而日本的福島核電廠其實就因為之前 有一個核災, 而這些核廢水經過稀釋之後, 就在今年8月24日首次排放入海了, 就令到中國方面非常之不滿, 而且有大量網友也在罵日本倒核廢水下海。 媒體有報導講到, 受核廢水排海影響, 去日本旅遊預約接連取消, 去日本旅遊熱度罩減。 原來實際的情況不是這樣, 日本航空公司表示, 中國出發去日本的航班預約率很高, 未見到受處理水的問題所影響。 而日本觀光廳的長官高橋一郎在27日亦表示, 目前核處理水對過去日本玩的遊客影響非常之有限。 而根據了解, 中國這次的長假第一日剛好就是中秋節了, 就預計長假期間中國國內全社會跨區域人員流動 是會去到20.5億人次的, 將會超過新冠疫情前的2019年旅遊人次。 我們跟著再看回, 原來根據大陸的搜尋引擎百度數據分析, 長假期、熱門旅遊目的地排行榜上, 日本仍然都是榜首, 高於泰國、南韓和馬來西亞。 即是說抵制都只是靠把口, 總之把口抵制完之後, 要去日本的都是會去。 可能都有另一個情況出現, 有錢那班就不會抵制的了, 窮那班就不停抵制, 因為他們自己都沒有錢去日本, 因為要搞去日本的簽證, 都不是那麼容易的, 要有些錢才可以的。 好啦,那今集, 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下面留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